几何一虽然还没有出价格 但我们可以来预测一下 就是现在的电芯价格差不多是1度160美元 如果换算过来的话也就是1度1000多 这辆车是一个40度的电池 不到40度39.4 换算过来的话也就是电池部分就要4万多块 那如果再加上电驱电控了 加上芯片是吧 然后还有车身底盘 包括外观内饰这些算起来的话 如果卖10万我觉得是一个合理的价格 如果车企少赔点 我觉得也是很有可能的 那就买8万块钱 再便宜的话我觉得不太可能了 如果一辆车太便宜 车企赔的太多 那这辆车就有难产的风险 这辆车买的是什么 空间空间就是空间 它的这辆车的空间 绝对是对得起它的价格的 绝对不显寒酸 而且比它更便宜的那些车 是能跟它做开一个区分的 为什么呢 它解锁了后排 你看这个腿部空间 后背的角度是有一个挺大的角度的 所以你往后躺 头部的空间也是有非常充裕的一块 甚至一拳还要多不少 像这样的一个空间 你一家人的话 短途的出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辆车还有一点好 就是它虽然没有沿用几何之前的那一套内饰 但是这一套内饰 它做的也不错 材质上虽然没有用什么特别贵 特别奢侈的材料 但是原有的这些用的都不错 这有一块皮子 然后座椅上的皮子也比较软 像这些部分虽然它是硬的塑料 包括这所有硬的塑料的部分都不是那种黑色的裸露的 都是做了一个深蓝的处理 看上去还是比较护眼 而且挺有质感的 之前几何都会往这放一块这么大的一块小瓶 现在也换成了一个双10.25寸的屏幕 这个屏幕有一点有一个小缺憾就是不能看视频 就是充电的时候我可能会想看一个在线视频 这个可能说通过OTA什么的看能不能解决 总体而言这个内饰就是那种虽然花不了多少钱 但是一上来一点都不会觉得连接 这辆车我们开的还是一个试装车的状态 而且还没有上牌 我们是在一个封闭园区里头 我也就是说没法给大家进行动态试驾 挪车的时候这几脚大概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感受 它动力并不强 因为它只有一个60千瓦的一个单电机 而且是放在前面的一个单电机 所以它的动力大概也就相当于一个1.5的小飞度 车不重 最后出来动力其实还不错 够我们平时用了 再一个就是它跟那些老头乐是完全可以区分开的 你开这辆车它是有一些操控在的 也就是说它可以到聊操控的状态了 你开它就绝对是一个开汽车的感觉 不会有任何小的感觉 再一个就是转弯半径会小一些 刚好就在我们园区发现了一样 它的镜头就是这辆哪吒威 几何翼哪吒威 两辆车放在一起好像也看不出谁大谁小的 确实它们的定位和尺寸都是差不多的 在同一区间的 如果我们看设计的话 两辆车都很适合小姐姐开 适合年轻人开 还是几何翼 我觉得看起来要更潮更适合年轻人一点 两辆车开起来 这辆车的电机功率更大 所以我觉得它应该会强在动力上 它可能会稍微猛那么一些 这辆可能就会强在操控上 它可能会更好开 更像一辆正经汽车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辆车去打它的竞品 包括更低的一些车型都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往上打 打到海豚的话 可能按我们价格的预测 这辆车毕竟也差着价格 所以我觉得几何翼还是有自己的市场的 就这样